大家好,我是東橋的包伯 來東京旅遊吃完晚餐不想回家還想要繼續玩嗎? 我們這次要介紹四個適合晚餐後繼續玩的景點喔! 另外我們也同時介紹當地晚餐可以吃什麼 我們晚餐來吃東京最有名的炸豬排店之一 碰多本家 這家店於西元1905年就開業 距離已經超過100年的歷史 這家店除了在塔菲勒庫斯炸豬排百名店以外 也被選進米其林的推薦洋食餐廳中 炸豬排的特色是將嚴選外脊肉、多餘脂肪和丁去除 以切下的油脂低溫炸出美麗金黃和清塊口感的麵衣 除了炸豬排以外 碰多本家其他養食也蠻好吃的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吃完晚餐之後 我們可以在上野散步順便逛逛藥妝店 也可以在電動玩具店打個電動或夾娃娃 大概晚上7點半左右離開上野 接下來我們乘坐銀座線轉前草線約20分鐘 到押上站可以直接到晴空塔 由於晴空塔是東京目前最高的建築 然後周邊並沒有太多的大樓 所以夜景的視野非常好 大約9點左右我們離開晴空塔 搭乘兩站就可以到達淺草 充滿夏亭風格的淺草 到了晚上多了一種悠閒的感覺 我們首先登上淺草站旁的淺草文化觀光中心的八樓觀景台 享受淺草寺搭配雷門的景色 往右邊看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登上了晴空塔 離開文化觀光中心之後 我們可以享受跟白天截然不同的雷門跟淺草寺 不用人擠人的感覺很棒 我們建議在這附近的街道晃晃拍拍照 如果肚子有點餓的話 還可以走到超有氣氛的厚皮通 吃小吃然後喝點小酒結束這次的夜遊 前往台場之前我們可以選擇在美食一級站區迎座吃晚餐 我們推薦的餐廳是很靠近新橋車站的安諾燒肉 安諾這個品牌的特色就是可以比較低價的價錢去享受高級的美食 有時候甚至只是高級餐廳的三分之一的價格 但缺點就是由於公司要省下經費 店裡的座位有時候會比較急一點點 安諾燒肉有各種不同部位的A5和牛 大家可以點來大塊朵一番 吃飽喝喝足之後 我們從新橋搭乘百合海鷗號看著東京的夜景前往台場 不論是平常日或週末 台場的夜晚旅客都不會很多 如果帶著情人或是想要告白的對象 鮑勃最推薦的地方就是浪漫的夜晚台場 離開台場我們這次不搭乘百合海鷗號 我們搭乘領海線大約20分鐘可以到會比獸 從JR出口可以直接搭乘首幅 踢到會比獸 Garden Place 我們登上免費的觀景台 Top of Abyss來欣賞東京的夜景 我說實在話這個行程真的很浪漫 真的可以讓感情加溫 但是一個人的話可能有點寂寞 因為這些景點很常看到成雙成對的情侶 當然你不建議的話就沒關係啦 新宿的餐廳真的很多 但不想被雷到的話真的要事前做足功課 我們推薦的餐廳是拉麵百名店的Hayashita 這家餐廳所用的湯底是雞根鴨熬煮出來的湯底 吃起來不會過於油膩 屬於淡利系的拉麵 而麵是採用知名的尖野字面所所生產出來的細麵 非常的好吃 新宿這個不夜城有太多可以逛的地方 所以光是在這一區夜遊就可以讓你一路玩到早上 但如果你的東京行駛時間有限的話 我們建議可以從拉麵店出發快速的光下Bikro以及藥裝店 然後進入畫院神社看一下夜晚的歌舞伎廳 從新宿3D木離開 從新宿3D木搭乘副獨行線下車 就可以直接到Shibuya Scramble Square的Shibuya Sky 這個地方在東京是相對比較新的觀景台 很大的特色不是在室內觀賞夜景 是職業到沒有太多遮蔽的室外享受東京更實在的夜景 是東京走橋最推薦的夜景選擇 澀谷如同青宿也是一個不夜城 看完夜景後如果還有一點體力的話 何不留在澀谷喝個小酒來圓滿這次的行程 銀座3月前行程 銀座的美食非常多 尤其是浪漫的法國餐廳 我們推薦隱藏在銀座小巷子裡的Selamangi di Isagi Wakisaka 這家店在Tabelloku也得到了2020同盤餐廳的評價 主廚曾經在法國的里昂學藝 所以這家店也有很多里昂特色料理 這家店沒有一般高級餐廳給人的壓迫感 所以可以輕鬆的享受美食 這個鴨肉真的很微 如果是6點開始吃飯的話 我們5個8點左右離開餐廳 畢竟吃法國的料理需要點時間 8點之後的銀座雖然人潮都已經散去 沒有什麼可以逛的店 但也因為是這樣子 從銀座到東京車站可以變成完美的散步路線 從銀座出發一路到遊樂廳 我們可以經過東京國際論壇 是由知名建築師 拉斐爾·維諾利所設計的 我們可以到最高樓層參觀玻璃大堂 真的蠻壯觀的 接下來一路往東京車站的方向走 可以邊走邊看碗之內的夜景 我們可以登上基鐵道樓的屋頂庭園 欣賞打光的東京車站的模樣 從碗之內離開之後坐車5分鐘 或是走路10分鐘我們到了3月前 大家猜猜看我們要做什麼 沒錯 就是看夜景 但這次我們不上觀景台 直接到東方文華酒店38樓的Oriental Lounge 點個沒有咖啡的茶 隨便吃一點巧克力來結束今天的夜晚行程 偷偷的希望就可以直接住在東方文華酒店 但發現印象有點不夠 記得不要錯過波飯車回不了飯店喔 以上就是這次四個晚餐後的夜晚好去處 希望大家可以更充分的利用時間享受東京喔 我是包博 掰掰 ject天ен 那一個聊天 食品 支持 林克比 十四個晚餐 recht